杨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对于这种盘点类的书也是一种困惑的 这会不会让大家养成一种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 这种可能是当下社会比较快捷的这种恶习呢 谢谢这位观众 怎么看盘点类的书 我反正从来不看盘点类的书 因为是他盘点又不是我盘点 这事跟我没关系 就是他盘点完了 他倒挺惊的 他把所有书都看完了 他给我说了几句话 然后我就照着这几句话 而且这种盘点它大部分是比较 就是我刚才反对的那种 就是他下结论 有各种各样的结论 这是一本非常健康的书 这是一本非常深刻的书 这个就又跟刚才重庆市长所说的那些话 都是太大的话 我更希望的是 倒是像刚才这位观众 讲的这个黄继伟老师 那个书我是喜欢的 因为他都是他自己非常非常私人化的一些阅读的一些经验 黄继伟是我的大师兄 他比我高级班 我们关系很好 所以也不惜在这儿给他做广告 这个 他是非常私人的阅读享受 我喜欢看这类的书 这类书我是看到一个人 我看到是除了这本书以外 还有一个看他的书的人 你知道吗 他至于这种3D 这个3D的影像 这是鲜活的 但是盘点类的书大部分都在下结论 我不喜欢看下结论 我想看过程 所以或者我曾经自己 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喜欢看叙述性的书 我不喜欢看这个叫做论文式的书 就议论体和叙述体 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表面上说的这个意思 议论文和我喜欢读继续文 不喜欢读议论 不是这样的 就我喜欢读那种 它是一种叙述的态度 它讲的是有细节的 而议论文的态度是不断的 是有论点论据 就这些东西 但它不鲜活 所以我想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阅读的趣味 有很多人 比如说我的有好朋友 他就看亚里士多德 他看得笑翻天 他就认为那里面太好笑了 太可爱了 我觉得也很好 但我跟他的趣味不太一样